您好,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节电不只爱护地球,也能够为我们省下不少的花费 台电为了顺应节能减碳的趋势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实时的注意节约用电 特别举办了住宅用户的节约用电竞赛和有奖真达的活动 希望将随手关灯,节约用电慢慢的酝酿成一股风气 让全民一起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台电感谢你用电,更感谢你节约用电 请跟我们一同加入全民节电运动 为了倡导节能减碳,推广高效率用电设备及节电措施的方法 台电公司特别选在6月5日地球环境日 举办102年奖励全国住宅用户节约用电抽奖活动的起跑节目仪式 身为提供电力的公司,台电公司除了要感谢全民用电之外 那么在高能源价格的时代呢,我们更要感谢全民愿意节电 一起来爱地球 只要你是住宅用户,连续两年省电 而且今年比去年同期再省电10%以上 并在7月1号到9月16号的活动期间完成登录的动作 就能取得节电的抽奖资格 那对于没有参加条件的住宅用户及广大的年轻朋友们 台电公司也设计了网路有奖挣达活动 并备有多项豪礼,当你来拿 提供了400万元的奖金 以总值192万元的奖品 那这些奖品包括智慧型的手机 也平板电脑,也折叠了脚踏车,台灯,以及一些毛巾 那这些产品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在台湾生产制造的产品 台电公司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将节能观念与做法传达给民众 进而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 为地球环境保护善尽一份心理 请跟我们一同加入全民节电运动 电和光串起了我们生活的乐趣 让城市充满魅力,热闹缤纷 为了让美丽的环境永续长存 台电风力发电机组的维修人员 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在高温、闷热、摇晃的环境中维护机组 下一次当我们远远地看到 海岸线上的风机和周围的美景 融成了一幅画 请您不要忘记 风机转动的每一个瞬间 都迷足珍贵 好 好 まあ 我好 まあ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